当他们在实行他们的回教的价值观, 他不应该以强迫性的要非回教接受他们的价值观。 我们不鼓励赌博,赌博也不是华人的文化, 刚才我们很清楚的传达,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权利,我们有这个选择, 和宪法也给予我们这个保障。 所以很明显地看得出, 就是明年的没有一个共同的议程, 你可以看到行动党除了Gappa Singh和其他都比较静悄悄, 只是成为跟班了。 除此之外,就是当时我们有谈到喝酒, 他也同意,不是回教的价值观, 但是我们也认为你禁止这个彩票, 为什么没有禁止喝酒? 对吗? 他并没有给予我们一个好好的回答。 推药 谢谢大家